誰是草莓族 你才是流連族 你身上人問不 想害我還要我 流連族一詞出資五月天的歌曲《米老鼠》 形容在職場上仗著自己年資長 年紀大 就自以為是難相處的人 快來測小孟老師的文具占卜 看你的流連族指數有多高吧 測驗開始請評直覺選一個喜歡的文具 選好了嗎?來看解析 選鋼筆的人 當你累積一些資歷後 總覺得別人做事都不如你 只要同事犯錯 你就會對他冷嘲熱諷 流連族指數70% 選橡皮擦的人 平常帶了圓滑的你 只要遇到菜鳥同事就會顯得不帶翻 流連族指數50% 選削親筆記的人 有些年紀的你 與年輕同事在合作時 常常給人屎骨不化難以溝通的感覺 流連族指數90% 選立可白的人 你就算是職場老鳥 也不會對同事亂發脾氣 還很熱心助人 流連族指數10% 動新聞台北報導